在东京奥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赛中 中国乒乓球国家队与中国香港队 分别夺得金牌和铜牌 中国香港乒乓球运动员杜凯勤返回香港后 在酒店隔离期间 接受了中心社记者连线采访 乒乓球女子团体赛颁奖仪式后 中国乒乓球国家队与中国香港队的一张大合照 在网络引发热议 人们称之为胜利会师 对于中国乒乓球国家队杜凯勤 向记者表示他并不陌生 他还告诉记者 在东京奥运会备战期间 中国香港队与中国乒乓球国家队 共同参与集训 在我们打奥运之前 我自己是在大陆可能都九个月的 我们的队友就去了两个月 在奥运之前我们去了二队那边 最后他们热身赛的时候 都邀请我们过去打在威海 例如李俊教练这些 都是有指导过 对于我们来说 是有很大的进步 朴凯勤认为 中国乒乓球国家队 是个很优秀的机体 在他们身上 能学习到许多东西 中国乒乓球国家队的团结一致 顽强拼搏的精神 深深地感染了他 说实际国家队里面 很多人都是我学习的 很多都是我学习的 我这次去之前有一段时间 是跟一队练习的时候 我真的看着他们怎么练习 很多时候我们练习三节 练习到九点多 然后好像陈梦啊 黄曼玉 孙明 这些主力 刘斯文这些 他们九点多还在加年 体能 我觉得这些精神 真的很值得我学习 杜凯勤表示 以前他以中国乒乓球国家队为榜样 向他们学习 希望未来他也可以成长为别人的榜样 带领比他更小的青少年成长 那接着我都希望我自己可以 就是成为一个榜样 因为以前 很多那些大陆来的外援球员 来帮香港打过 当时是由他们带我们长大 都是带着我们拿成绩的 那我希望自己可以真的 就是成熟到可以 就是带回起 比我更加细的青少年成长 我没有